各位朋友平安 愿上帝的话语 使我们得着生活的帮助与亮光 活在素食形态生活中 什么都讲求快速 有24小时的便利商店 有24小时的提款机 24小时的餐饮店等等 养成了我们 现代人急于要马上要 自己想要的东西 因此等候成为现代人 很不容易学习的功课 很多时候我们都忘了 强摘的果子不会甜的道理 有个故事说 有个年轻人要跟情人约会 这小伙子兴急来得太早 又没有耐心等待 他无心观看明媚的阳光 迷人的春色和艳丽的花朵 一头倒在大树下 长须短探着 忽然 他的面前出现了一个仙女 仙女说 我知道你为什么闷闷不乐 防止这个钮扣 只要把它缝在衣服上 你要遇着非要等待的时刻 只要将钮扣往右一转 你就能跳过时间 要多远有多远 哇 这正合着小伙子的心意 他握着钮扣 势子一转 哇 情人已经出现在眼前 还朝他笑颂秋波呢 真棒啊 他心里想 现在要是马上就举行婚礼 那就更棒了 他又转了一下 隆重的婚礼 丰盛的酒席 他和情人并肩而坐 周围管月齐名 热闹非凡 他抬头看 拎着心仪的妻子 又想 现在只要我们两个 该有多好 他悄悄转了一下扭扣 历时夜蓝人静 他心中的愿望 沉出不穷 嗯 我应该有个房子 他转动着扭扣 房子一下子飞到他的眼前 宽敞明亮 嗯 我还缺了几个孩子 他又迫不及待 使劲地转了一下扭扣 日约如说 顿时与儿女成群 生命就这样从他身边 及时而过 还没有来得及失所后果 他以老太隆忠 衰卧病塌 当他回首往日 他不慎追悔自己 信极失算 不愿等待 一味地追求满足 眼下因为生命已经 风足残年 他才醒悟 即使是等待 在生活中也是有意义的 他多么想要将时间 往回转一点点 他握着扭扣 使劲全力浑身颤抖着 势着向左一转 扣子猛然一动 他从梦中醒来 睁开眼睛 见自己还在那生机勃勃的树下 等待着可爱的情人来 然而现在 他已经学会了等待 今天的圣经 耶利米哀歌三章二十五节说 凡等候耶和华 心里寻求他的 耶和华必施恩给他 亲爱的朋友 愿我们学习 并享受等候的功课 从上帝美好的时间里 来领受 从上而来的祝福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